可以嗎 來 馬總統 我愛你 那麼小聲 馬總統 我愛你 屏東原住民族地區 重災兩週年之後 總統馬英九抵達永久無社區 居民熱烈歡迎 尤其是婦女們一擁而上 好 大色的好了 你們昨天晚上進幕夠了 大色的媽媽們好了 好了好了 大色的媽媽們 八八水災週年前夕 總統馬英九選擇到 馬家農場林娜林部落做早操 也在永久無社區跑步 參觀社區鼓勵居民 要面對氣候變遷的事實 從原鄉來 當然不管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都是在原鄉 現在我們因為氣候變遷 不得不離開 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我相信祖靈一定可以亮解 總統馬英九 對永久無的現況感到滿意 在採完地瓜葉之後說出了這段話 很涼爽 不需要蓋背 一點不覺得熱很舒服 然後非常安靜 很少有這樣的經驗 像那個想到這個普羅旺斯的感覺 很棒很棒 甚至這個世外桃園 這是花生 好 多高 永久無社區在總統眼中就像法國居民的度假聖地普羅旺斯 猶如世外桃園當地居民聽了反應兩極 總統還滿關心的 所以他也比喻著波羅旺斯的這個名義 並不是話異 當然是出於上一說 我們在這裡還滿清閒 還滿不錯的 是這個意思 他並不說 幫我們 不像報導 其他報導的那種扭曲的事實 他這次來是怎麼樣 是看他的總統的成績還是怎麼樣 我都不曉得 我要的是我們整體性部落裡面的一些問題出來 然後跟他對談 那他這次來就沒有一點點的時間 讓我們有一個機會跟他討論這些問題 八包水災滿兩週年前戲 總統馬英九沒有到兩年前的重災區 選擇到永久屋夜宿一個晚上 不住永久屋的居民 卻走上街頭到行政院前抗議 心中憤恨不平 馬英九只會到永久屋 Long Stay 那請大家到南橫公路的最後邊坐看看 他願不願意坐到那個地方過夜 在永久屋覺得很自 覺得已經做了很多很多 像國外媒體說 我做總統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馬英九的欺騙 也可能是馬英九的執政團隊 都是這樣的心態 八八風災造成 韓西拉雅族小林村在內的原住民族地區 將近七百人死亡 有部分倖存者接受安置住在永久屋 有人選擇回到部落 有人看見總統馬英九 依然熱烈歡迎 也有人擇上街頭抗議 表達強烈不滿 記者綜合報導